鄉親徒旅行的今天大家晚安 林毅寺案的二審還沒開始 我們就看到分別有高雄市議會副議長民進黨籍的蔡昌達 還有同樣是民進黨籍的高志朋立委 先後被以貪污起訴 那麼這件事情到底跟林毅寺案有沒有關係 大家都在問是不是要藍綠來個恐怖平衡 或者是用誰來綁誰 整社會都在看 我們這段為這裡設立給大家介紹現場市議會來賓 第一位我們的體驗到洪洪高雄 大家好 再來資深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好 同樣資深媒體人鍾電皇 主持人郭美鳳琴大家好 還有律師我們的黃帝 謝老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昨天台中的高分院 把被指控官收受現金的民進黨立委高志朋 重判有期徒刑7年半 不過對照林毅寺一審的判決 判7年6個月 明明知道是一條漫長艱辛的路 但是我相信走到盡頭的時候 終究會還我清白 所謂的實質影響力 要辦綠就收有 要辦藍就被沒有 這種雙重標準 讓人民對司法是毫無信心 黨主席蘇丹昌跨海聲援 黨內同志也紛紛發難 立委段宜康就透過臉書反嗆 如果按照50萬就要被判刑7年半這個比例 林毅寺收賄金額 豈不是要判945年才合理 有網友就直言 高志朋就是辦錯黨政了 好像現在的法院搞不清楚誰是執政黨 誰是反對黨 怎麼碰到阿扁就是實質影響力 碰到阿扁的徒弟高志朋也是有實質影響力 那碰到國民黨 大家都沒有實質影響力 這樣子以後民眾會很聰明 就上了法院拿出來 嘿 藍色的 法院的判決怎麼可以用藍綠 來做一個判斷的一個標準 各位朋友 所以說民主社會 怎麼說法律案件不應該出現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不應該用法律改冠 這是我們基本的領地 但是現在林毅寺案二審還沒開始 我們就看到高志朋案 難怪下回會關注我們來看一下 假 高志朋涉貪案無罪改判七年六個月 因為法官認為立委職務具有實質影響力 看上這邊 高志朋林毅寺涉貪判決大不同 有罪沒罪查別的都會 我們來看一下 高志朋貪污有罪 為什麼法官認為職務影響國產局的決定 等到之前林毅寺我們看 林毅寺貪污無罪 為什麼法官認為非直接對經濟部施壓 玉鴻兄 我們就看這兩個案子 社會矚目的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矚目的原因是看不懂 林毅寺沒有貪污罪 林毅寺拿8千幾萬 結果他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6千幾萬 6千幾萬 那高志朋 我覺得高志朋這個案子判得莫名其妙 真的是莫名其妙 實質影響力沒有錯 高志朋雖然沒有直接管轄 他作為一個 他不是他的職權範圍 國產局的工作跟立法委員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立法委員如果去關說 或者去游稅 是會有影響力的 那如果有對價關係 這個實質影響力是可以構成貪污罪 這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說這個判得莫名其妙 一審無罪 大家要記得這一審無罪 那這個二審判得更審 判有罪 一審有罪 二審無罪 跟一審又變七年六個月 中罪 其實問題在哪裡 高志朋顯然不知情嘛 你看他拿了兩百萬 這個姚姓的這個副主任 辦公室副主任 拿了兩百萬 拿了兩百萬 還安干一百萬 高志朋都不知道 如果說今天高志朋是 利用他的實質影響力去關說 到有對價關係 想要貪污 貪了兩百萬 這個姚姓辦公室主任 副主任敢A一百萬嗎 這我們有一個比喻說 獵人帶著獵狗去打獵 打到一隻兔子 獵狗把那個兔子抓回來 最後呢 獵人分到一隻兔的兔子 然後獵狗把整隻兔子吃掉 而且不只是這樣 後面還有一百萬 後面還有一百萬 這個助理把五十萬 交給高志朋 可是高志朋有問 這個大家去看一下 真的他有問 他說五十萬對打來 是藍頭阿德 政治捐獻 那你助理這個立委在處理這些事情 有人捐獻五十萬 說是藍頭阿德 他助理為什麼這樣講 後面那五十萬他又繼續暗幹 如果說這是對價關係 如果說是高志朋企圖 透過他的實質影響力 去貪污這兩百萬的話 那高志朋為什麼不知道 他有拿到這兩百萬 所以這個判得非常有問題 那政務上人家懷疑說 高志朋如果說是實質影響力 判重罪 那立委員覺得說不可以這樣判 立委員沒有這種實質影響力 那可能有人就說 那林議事當然也沒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不是 用高志朋來綁林議事 這個比較上當然是可以討論 我們現場還有一位律師皇帝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中國時報 今天 怎麼說高志朋被控 利用立委職權 向國家財產局遊說 獲取政治獻金 台中高分院昨天跟一審 以貪污罪重判 法界指出 明代涉貪是否與判決定案的 本案適用實質影響力說 這個在最高法院仍然未達共識 因此跟一審判決 恐怕還遭撤銷發回 我們律師皇帝 怎麼來看 這樣的一個考慮 或者是說 所以把高志朋說林議事案綁在一起 所可能產生的法律上的見解 甚至於政治上的紛爭 我想一個正式正少民主化的國家 他對每一個人民都一樣 他有一個司法一致性的這個要求 什麼叫一致性 你不可以致意的做差別待遇 但是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看得出來 就是說高志朋的案子 他是助理去收會 那高志朋本身知不知道 這有疑慮的 跟林義士按作比較 林義士是直接開口六千三百萬 親自出馬 親自出馬這個錄音 大家全國人民都聽到了 那這個比較起來很清楚 高志同知不知道是一個有疑慮的 但是林義士他是清楚知道 六千三百萬拿了之後 還要八千三百萬 全臺灣都有聽到 為什麼說有這麼大的一個落差 那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是不是法院在適用 藍綠不同政治人物的時候 他的法律見解會轉彎 為什麼說會轉彎 今天一個實質影響力縮 為什麼這個實質影響力縮會紅 因為在阿扁的案件裡面 不管龍潭案二次經改案等等 最高法院的講法是什麼 阿扁雖然你總統依據憲法 你的職權不包括什麼二次經改 不包括龍潭構地 你的憲法上職權雖然不包括 但是基於你有實質影響力 實質影響力應該是無遠佛界 無限上綱的這樣的一個講法 判了阿扁有罪 而且一審判無期徒刑 那個時候阿扁的重罪 讓我們認為說 原來有一個東西叫實質影響力 那從那個之後呢 現在高志彭委員 他是民進黨籍的 也用說你當立委 你對國有財產局這樣的一個立委的職權 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你也判了他有罪 都是貪污罪 那這樣的一個標準 在藍營的政治人物適不適用 過去有一個國民黨籍的台中議長 他去關說電玩業者 他就講說你不能去查電玩業者 跟警局講或者跟市議會 在市議會裡面對這個市政府裡面講 那最後他判了無罪 無罪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的法定職權 不包括你去關說這些電玩業者 所以他是無罪的 台中市政府會發這個執照 執照給業者 都不屬於那個議長的視訊 那這個是顯然黨籍上的差異 再來今天這一個高志彭案 跟林毅思汗再次凸顯 黨籍上有差別 為什麼 林毅思汗我們都看到 整個判決書裡面 也告訴你了 他有發函給中 發函給中鋼 還有找經濟部長施言祥來講 那後來說 他沒有實質影響力的理由是什麼 全台灣人都聽不下去 他法院的判決是說 因為他沒有做後續追蹤 他沒有說 你到底有沒有簽成這個契約 你只是發函 用立法院委員的變遷去發函 你找經濟部長講 講完之後你沒有追蹤 所以沒有發生實質影響力 我覺得全部都給林毅思汗去講 他怎麼不敢說 因為影響力這麼強 根本不必follow up 自動會繼續做 所以一個國民黨的大黨邊 他在立法院用發函 找部長來講 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認為沒有實質影響力 對於一個普通的立委高志鵬 他說他就關說 就關心 你這樣就認為他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藍綠差別待遇 人民今天沒有辦法 對司法做信任 就是因為你對藍綠 有一個不同的差別待遇 結論就是馬英九執政之後 民進黨立委的助理 等於國民黨的行政院秘書長 可以這樣說對不對 林毅看這個樣子 林毅思汗的二審就要開始了 先給你來一個高志鵬 實質影響說 是不是中間有一些讓人考慮的空間 的確啦 有人想要把這兩個人一起做 要嘛就一體適用實質影響力說 要嘛就一體適用法定執權說 要嘛就是兩個都重判 要嘛就是兩個都輕判或沒事 可是我覺得 法論不是這樣看的 法論條文是死的 可是為什麼法官要審理案件 如果都只看法律條文 那幹嘛開庭 用機器就好 那幹嘛開庭 就是若A則B嘛 我輸入什麼條件 得到什麼結論嘛 投幣 對這樣就好了嘛 法官要開庭要審理案件 就是因為每個案子 他的實質的內容並不一樣 今天我們不是說用一個圍去看 說立法委員就一定有實質影響力 或是一定沒有 不一定 每個案子的情況不一樣 林醫師這案子有沒有發揮實質影響力 有啊 為什麼不需要追蹤 因為已經拿到契約幹嘛追蹤 都已經拿到了 他發揮了實質影響力 可是呢 一審的法官很天才 他說因為中鋼是民營公司 所以立法委員影響不到 所以沒有實質影響力 高志鵬這個案子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我覺得沒有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高志鵬是講說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法官不采信嘛 法官認為說你一定知情 要不然你助理怎麼會去做這個事情呢 如果高志鵬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那為什麼會有實質影響力 立法委員的助理可沒有實質影響力 立法委員助理沒這麼大 沒像這個 某這個國民黨這個原住民孔文吉的立委 這個助理還把這個警察 警察局叫來臭罵一頓 所以這兩林醫師案子跟高志鵬的案子 情況不完全相同 但是呢有人 有人想要把這兩個案白做會 把他類比起來 類比起來呢 要嘛就幫林醫師脫罪 要嘛就是把高志鵬脫下水 那不管是哪一種結果 對國民黨來講都是好的 對馬英九的青年形象來講 也都是好的啊 林醫師脫下水 你看我自己人 自己國民黨人我的愛將照樣重判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高志鵬脫下水 你看你民進黨也沒多清潔啊 我們一個林醫師 你也一個高志鵬啊 我們一個賴蘇如 你還有一個蔡昌達 欸燒渡耶 可以燒渡耶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案 包括蔡昌達被起訴 高志鵬這個跟一審重判 給台灣人民的社會觀感就是說 奇怪我們台灣的蘇法 好像也在追求藍綠平衡耶 蘇法不是政敵 政治上我們講究的是 妥協跟協商的藝術 很多事情的確是要做到藍跟綠 要大家平衡 這是政治 是 蘇法不是政敵喔 司法沒有顏色的 有沒有看過司法院那個天秤 那個女神眼睛為什麼要蒙起來 因為他根本不管底下做的是誰 我不管你的顏色 不管你的種族 不管你的國籍 不管你的身份 我是看證據辦案 結果今天台灣的司法 給人家的感覺是 他有藍綠的 是 隨著會去有沒有 進行言清標 跟九州百州會差一點得逞 那會不會那一次失敗 林高兩岸可能得逞 這個衛電衛議會議員 一直跟中央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對不對 沒錯 他都是民意代表 所以民意代表為民請命 為民服務 有很多人會找上門來 包括發生這個問題 需要你喬 選民服務 選民服務很多種 當然出民去關心 出民去關切 還進一步動用關說對不對 是 看起來三個層次 其實那個中間的差別很大 可是你會不小心 的確可能會不小心 關心變成關切 也變成關說 是 問題在哪裡 齊約收費 和對價關係 今天 哪是五十萬 要叫一個立法委員 是 叫國有財產局 這裡整個擠下去對不對 特別強硬介入 然後關說讓它過 我說坦白 這樣這個立委 看不見了 五十萬薪 你作為立委的汙辱 比一個市議員賴樹 他還差一半 最不一百 我們最不一百萬 是 地方消財事 起跳最不一百萬 我們說坦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 那地方你沒有超財 人家不幫你消財 你說幾十萬幾十萬 那是下面的一些 更低階層的人在消財事 那為什麼要特別這樣子強調呢 因為900萬之後 它就是有一個所謂 對價關係 對價關係 其餘的收費意思就是 我給你多少錢 你願意替我做五個事情 那就一個中央的名義代表 理法委員來說 他拿你虎虎五十萬 他要冒這麼大的風險 對不對 還有最好笑的是 他要做你拿百五萬 對不對 不可能兩百 你如果說兩百萬 這件案子 當然我們討論的空間 就比較小 兩百萬 你說北京大錢 五十萬 為什麼特別這樣講的 原因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案子 繼續這樣發酵下去的話 他要很多名義代表 走力跟住人去外面拿錢 你做主人你就害了 是 因為他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你入冷於罪 然後讓我們最不能接受的是 有關於所謂實質影響力之說 我今天也看到很多法界的人士 也有一樣 有一點批評 你不能任由 地方犯疑 庚定犯疑 見解都不同 最高法院 所以阿扁的實質影響力來講 結果人地方犯疑 那是你最高法院 個人的見解不算嘛 天下大亂 而且這麼巧是 怎麼有實質影響力的 也都是綠的啦 不然你也有藍的 也有實質影響力 給我看一次嘛 所以表示 這個法律或許是巧合 或許是故意不知道 但是表示 全國的法律見解天平 應該是一致的 所以實質影響力 應該由最高法院 召開一個 全部召開 然後就實質影響力 未來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案件 一體適用 當然每個個案不同 可是要一體適用它的解釋 不能再任由這樣子 因為藍綠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見解 這就是我擔心的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機會會變成什麼 社會的注目的焦點 變成說 是不是兩岸都一樣用 職務關係說 或者一樣用實質影響力說 結果社會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什麼 兩者的案情不一樣 綁在一起果然是高招 我們要繼續關注這段信告 稍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明天在就要有臨時會了 那麼上一週引起全國畫欄的 會計法修法的風波 在星期一行政院提出複議之後 明天星期四就要進行表決了 這一陣子被罵得臭頭的馬總統 他除了誇獎江儀化之外 今天又有新動作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次的報道 剛剛還忘了講 這個 像江儀長在會計法上 表現有為有所 馬總統日前接受廣播專訪 立挺行政院長江儀化 沒想到還有動作 打開報紙赫然發現 一篇總統府來函 仔細一看標題就是 複議速戰速決 政府有為有手 馬總統用行動回擊外界 對會計法複議 政策大逆轉的批評 強調行政院在總統和可下 提請立法院複議 是總統和兩院院長討論後的決定 符合憲法的規定 總統並未逾越其憲法權限 如果採用立法院複議 或法案生效之後再修法的手段 速度只會更慢 此時行政院願意承擔責任 用複議來速戰速決 這不算有為有手嗎 透過投書和專訪 馬總統積極力挺江儀化 在野黨立委不以為然 江儀化在這件事情 已經被大家打了好幾個巴掌 被馬英九打了一個巴掌 而且被台灣人民又打了一個巴掌 我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之下 馬英九你要再怎麼樣去維護江儀化 已經都來不及了 不是有為而守 有為有守而是完全沒有作為 各位朋友 總統府投書 總統府沒有發言人嗎 總統府沒有龐大的發言系統嗎 總統府又投書 標寫馬英九心很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投什麼書 馬英九寫給中國時報今天 貴報十一日陳嘉鴻先生 這是個記者 質疑總統主導的複議案 插手政院決策 實在是一個誤解 政院六月十號在總統合格下提請立院複議 是總統和兩院院長討論後的決定 符合憲法規定 總統並未預權 另外依立院的實務 法案送出門就不得複議 此時政院願全承擔提出複議 這不算有為有守嗎 這是總統府的投書 我想請教一下 聯網 今天六月十二號 明天六月十三號 較正常情況之下 明天中午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明天中午如果不是行政院那個打字的人 掃打了一個教制 明天我們就看到顏清彪 在全國的觀眾朋友面前 吃豬腳蜜 是 因為他放出來了 因為那個教制 因為社會的壓力 因為臺灣人民的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公民的力量 讓B的行政院提複議 為什麼我要講B呢 這個事情的過程 過去十天我們都經歷過 這不是十年前的事情 也不過是十天前的事情 大家都記憶猶新 滿久你可以顛倒是非黑白 到這種程度 搞成好像是行政院主動提複議 大家別忘了 將一話第一期開始說 不需要提複議 蘇貞昌去拜訪他的時候 怎麼說這個是不需要提複議 拜訪以後還是不提複議 他說我們來擴大解釋就可以了 而且法務部主計總署 開始出來配合 說我們這個怎麼樣可以 後來是因為民進黨出來道歉 蘇貞昌回這個 馬英九被逼的要提複議 怎麼會講的 好像一開始就是你要提複議 如果你一開始要提複議 立法院五月三十一號同歸這話 六月一號二號週休二日 六月三號你總可以出來講話吧 沒錯 六月三號你就行政院 就應該出來講話說這個不行 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要提複議 為什麼要拖拖拖拖到禮拜二 才出來開 上禮拜二才出來開記者會 整個社會叫翻 對嘛如果不是這個社會大家在叫 大家給這個政府施壓 你覺得行政院會提複議嗎 甚至很多國民黨立委私下都講說 如果不是那個教制漏掉了 這個事情停兩天就過去了 這一期的今天一週刊寫得很清楚 譬如馬英九選前有答應顏清彪 馬英九在私下拜訪顏清彪場合 他跟顏清彪怎麼說 你的事情我知道 我會拿你出力 所以顏清彪以為說 啊運啊 所以全力去幫馬英九嘛 雲林張榮衛 這個雲林地方派系算是大老級的人 張榮衛怎麼形容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這個人選前跟你實質交扣 選後把你當作陌生人 這就是馬英九的個性嘛 今天的一週刊已經寫得很清楚 他是怎麼答應顏清彪 國民黨怎麼去運作 最後逼得立法院五月三十一號通過 好 你五月三十一號通過之後 你如果知錯能改 趕快提複議也就算了 複議不提 所以你從這過程 跟最後的結果來看起來 國民黨馬英九五人小組 這樣一話這些人 從頭到尾都知情這個事情要修法 而且從頭到尾的目的 就是要幫明代修法 從來沒想過要幫教授修法 所以才會出現一個狀況 顏清彪馬英九 眼看著沒辦法放出來的時候 馬政府派了一個人叫做蕭家綺 內政部政務次長 內政部政務次長 上班時間 還沒有下班 去把顏清彪安打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為什麼認為馬英九他們這些人 無恥不要人整個小黑狗翻的 是在哪裡 不是說他們犯的錯 各位朋友 犯的這麼重的錯誤 他不但不道歉 我所謂不道歉就是說 到現在 反過來加碼 頂兄 律師皇帝 你跟我們說看看 他先說是江儀化 有為有所 現在加碼 還變成馬政府有為有所 社會聽得下去嗎 我想這 正常人都聽不下去 為什麼 這非常噁心嘛 你現在誇張江儀化 有為有所 變成政府有為有所 這個很荒謬 我必須舉出三個 事例來告訴你 江儀化如何有為有所 第一個 你是非不分嘛 你當時 你也知道立法院通過這樣的條文是 公費喝花酒可以除罪 你也知道這個事情 違反了一般人的是非觀念 你居然沒有去擋下 你做為一個政治學博士 我相信你也知道社會上 是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的 你居於你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良知 你必須要擋他下來 但是你沒有堅持這個大是大非 這第一個你不適任的地方 第二個 你沒有履行你的憲法上的義務 為什麼這麼說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的規定是這樣 如果行政院認為自愛難行的時候 才是請總統合准才提起覆議 這是條文明文的規定 代表主動權是誰 不是馬總統 是行政院長 你第一時間發現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馬上講這是自愛難行 剛剛連環大哥講了 從五月三十一號通過立法 週休二日兩天 你沒辦法好好在家裡看這個條文 你也知道這件事情社會是無法接受的 你一直要拖到五月七號 馬英九打你耳光開記者會 你才說這個東西自愛難行 你中間一路撐 撐了七天說這個沒有自愛難行 你沒有履行你憲法上的義務 憲法徵修條文給你的一個義務 就是叫你要認為自愛難行提起覆議 但是你沒有這麼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沒有履行憲法的義務 第三個這個事情也很嚴重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認為行政最大 為什麼認為行政最大 大家跟你說露了個教制的時候 江儀化第一時間的反應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請法務部或會計總署 來做一個函事 就可以做解決 那我們也都知道說 正常的一個法治國家 三權分立 今天司法受不受你行政函事的拘束 不受嘛 法官依法獨立審判 這是憲法的規定 所以今天法律規定沒有教制 法官就不需要理你行政函事 那今天江儀化說 我要用行政函事的方式來解決 第一個你干預司法 你不能用行政函事來取代立法 第二個你踐踏立法者 為什麼 這個權限是立法者的 今天要不要修法是立法者決定 不是你用函事來決定 你自以為行政最大 你有這三大瑕疵 今天馬總統說你有為有守 我覺得這是相當的噁心 再來我必須要再講 馬總統在這裡面還是悲慘 為什麼 立法院的職權行司法 他規定的是說 立法委員他可以在下一次開會期間 提起覆議 那這個提起覆議 他沒有限制說 從立法院離開到總統府 這個就不能再提了 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你今天去強硬解釋說 送出來不能提的 所以我來提 我回過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說 七號馬總統他出來開記者會 其實六號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葉宜金 陳其邁等人 他們已經在連署了 所以我認為說 馬總統認為喵頭不對 這件事情民進黨已經開始 他的是非觀念開始出來了 開始要做連署了 那馬總統發現 這個民意壓力那麼大 我不能讓民進黨提出這個案子 到時候這個壓力 又回到我國民黨 隔天他才被迫 我認為他是被迫 開記者會提起覆議 在憲法上 憲法徵修條文 也不是你總統提起 而是行政院長應該提起 所以我認為整個過程裡面 馬總統現在的講法 其實就是一個悲慘 而且非常噁心的講法 是 而且 而且 大家都在看 馬英九噁心 可是會不會讓我們傷心 昨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對台灣經濟也發表了他的看法 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說的 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 潛力 應該是一年五個百分之 最近的未來 我還看不到有什麼轉機了 日本的安北 很大膽的這個 就 宣佈了這個 他的三個劍 除非有這種轉機的話 台灣的發展還是會 所以是 在這個潛力之下的 那個時候 跟這個李總統 講 李總統 拍了一下桌子 政府假如是還不能夠 供應給你 這個可靠的這個 店員 那我們這個政府 要來幹什麼 我非常同意 非常敬佩他的這個態度 把這個跟證券收入 無關的這個稅率 夾帶在這個 所謂證所稅的法案裡頭 可是雖然是我跟這個 何財務長是好幾次 表示不平 結果還是沒有用處 各位朋友 如果說張宗某在在 對台灣忠心耿耿的老陳某國 我們說馬英九令人噁心 恐怕還有令人傷心 我們來看一下 張宗某他怎麼說 台積鏈昨天召開了股東會 會後張宗某談到經濟成長率 他直指不能太樂觀 因為台灣約居全球經濟體中間 與小康的地位 以此地位GDPV來估成成 成長潛力差不多是5% 但是看來今年不可能 明年也看不到轉機 除非向日向安倍提出 三支劍的經濟改革方案 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了 拿馬英九來跟安倍比 說真的實在有點對不起安倍 不過張宗某為什麼憂心忡忡 我覺得張宗某講話 很少這麼直接的 他對馬英九其實都 常常給他面子 保留他的顏面 這一次其實張宗某就是 坦白的非常直率的 告訴國人 台灣經濟不救了 因為你要馬英九做安倍三箭 馬英九可能做嗎 什麼叫做安倍三箭 台幣要貶值嘛 日幣最近不是大貶值嗎 日幣大貶值帶來什麼好處 讓日本的產品出口 競爭力大增嘛 巨增 所以日本的東西 在其他世界各國賣得非常好嘛 那這個馬英九做得到嗎 因為你如果說台幣貶值 馬上影響到的是什麼 我們進口的東西會變貴 那變貴會產生什麼壓力 通貨膨脹的壓力 我們錢會破掉 那馬英九 其實馬英九原來是有一些 可以來處理這個問題的工具的 譬如說 他把國內的油電價格穩住 甚至降價 像美國歐巴馬是降油電價錢 降價來提高他們國內的 產品的競爭力 可是馬英九偏偏在這個 最需要穩定油電價錢的時候 一給你漲油電 這今年十月要漲一次 這種情況下 那這個政府本身就在製造 通貨膨脹的壓力 那這個通貨膨脹壓力在哪裡 他怎麼有辦法 他怎麼敢再去讓台幣貶值 所以這一件他就做不夠了 第二件就是財政 財政政策 就是擴大公共支出 但是馬英九已經把國家的財政 搞成這種樣子 他根本沒有那個財政工具 來提高這個國內的這個 這個公共投資嘛 所以這個張宗某講白了 就是說台灣經濟沒救了 是 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要問 明天臨時會 本來臨時會是要討論 很多重要的民生法案 報索都在上面 但是隨著我問你一下 馬英九一照臨時會開會之前 他腦袋裡只有一件事情 將一化有為有所 政府有為有所 他還在講他的政治問題 民生議案在民生法案怎麼辦 馬英九將將一化有為有所 就他個人的立場來講 是對的啊 為什麼呢 張將一化這個行政院長 還在公開講說 絕不呼籲對不對 因為怎樣 所以怎樣 絕不呼籲 今天我叫你呼籲 你就呼籲你就對不對 我說 當然是有意思說什麼 聽話啊 但他們不是應該把心 用在民生法案上面嗎 為什麼 剛剛講到安倍晉三的三隻劍 對不對 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這個過去的十幾年 我們說坦白的去日本有沒有 我經常說一個故事 以前去日本 台灣人去日本東京新宿的 深色場所 他是跟你這樣 因為台灣曾經被他殖民過 他認為你台灣是他的殖民地 所以他不讓你進去喔 他有錢也不讓你進去 最近這幾年啊 不好意思 你要拿日本錢出來 有嗎 幾百拿出來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沒錢啊 經濟停滯啊 安倍晉三 一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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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結果 上高月 日本的所有的財團已經加薪了 最少都有價3%到4%啊 安倍晉三說 10年裡面 日本人每一個人國民所得 10年裡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要增加45萬台票 很有勞 從上個月開始加薪 日本人高不高興 高興啊 因為他的民調算算得到 ,密陣四倍幾 四倍多啊 不少要在鼓 你想想看有沒有用 當然也有國內很多人批評他 或怎麼樣 但是至少他在贈奮 日本人的民心有用的 馬英九政府有沒有三支支支支 有啊 射向哪裡 射向自己 你知道嗎 證所稅就好啊 張宗謙講到了 證所稅就好啦 為什麼有人問說 馬英九很奇怪 為什麼不趕快記得發發消費券 一人再搬一百三千元 不就好了嗎 大家去消費去買嗎 沒錢啊 為什麼沒錢 證書稅現在一百元就沒收到 去年的證教稅少了550億 花個消費券大概700多億 七八百億對不對 你看沒錢啊 證書稅也是 郵電雙掌也是 然後現在你不忙著 你不去忙著這個毒澱粉 安民眾的心 還有一個副總統要說幾塊歪歪 所以他的劍是射向裡面 然後這一期的一週刊 寫得很清楚 馬英九是全程主導會計劃的修法 而總統府的發言人也證實 馬總統從頭到尾都跟黨團行政院 密切聯繫整個修法的過程 花這麼多的心在幫顏清標 好奇怪 這過去一兩個禮拜以內 台灣地區最重要的事情是 毒澱粉才有的不才的事情對不對 怎麼會是幫顏清標他們解套呢 而事實證明 連總統府發言人都證明了嘛 馬總統全程都知情 所以說如果馬英九有機會 跟安倍晉三碰面的時候 安倍晉三一定會跟馬英九介紹 馬先生你好 我叫四倍晉三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讓我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這個政所稅調障油電價格的改革 恐怕會導致明年甚至2016年的選票流失 馬英九怎麼說 他共調說自己並非好高物遠也非 公民釣魚 但是不改革造成的問題無法閃躲 所以在改革以選票中 他選擇改革 連晃兄 看一下 改革跟選票中 他選擇改革 好像在天使跟魔鬼中 他選擇改革 怎麼來看這句話 臺灣優勢以來所有的總統 最愛公民釣魚的就是馬英九 為什麼我講他最愛公民釣魚 他做哪一件事情不是為了自己 所以馬英九根本就是一個空心大老冠 一個營養臘槍頭而已 重看不重用 你今天如果真改革 人民怎麼會反對呢 臺灣現在是擺廢待舉 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政府大刀割斧改革 本來我們對馬英九都有期待 因為第一 他連任沒有選票壓力 我同意 政治人物 連任有選票壓力 的確對他改革 是會造成一些撤肘的力量 可是他第二任任期 他是沒有選票壓力 你大刀闊斧去幹 第二 你的國會是過半的 你有什麼事情做不到 結果馬英九有沒有改革 你那個是叫做假改革 為什麼我講的是假改革 前一陣子剛剛去世的柴奇爾夫人 他是不是真改革 他是真改革 那他有沒有得到選票的肯定 有啊 要不然他怎麼會首相一做做十年 如果他得不到選票肯定 第一任任期結束就拜拜了 安倍晉三有沒有做真改革 至少日本人民到目前為止 認為安倍是真改革 所以今天日本獨賣新聞公布最新的民調 因為暑假 國會要其中選舉 執政的自民黨獲得壓倒數的支持 會國會會繼續掌握多數 人家真改革得到選票沒有回歸 馬英九為什麼你的改革被唾棄 因為大家知道你在玩假的 每次都給你看看卡丘就對了 來我們繼續看 馬英九提到了 對於電價挑戰 馬英九怎麼說 他不認為電價該透過政治人物吵架來決定 去年底確定電價分階段調整 至今沒有反賬的考慮 那麼對於核四公投 馬英九怎麼說 核四沒有續劍的問題 公投是因為很多人說要停劍 但是政院沒有權限叫停 得由全民來決定 誰的聽 我都給他講了 這就是偽君子的說法 為什麼呢 其實你如果認為說 女執政黨要有擔當 要有肩膀 要有責任感 那如果馬英九認為核四非劍不可 應該不管他的理由是什麼 為了經濟 為了台灣的什麼 永續發展 為了什麼大堆 那你贊成核四蓋 那你就應該要扛起這個責任 你政府就是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你說要由全民來決定 那很簡單 全民用選票來決定嘛 2014跟2016是最好的決定嘛 2014跟2016就可以讓全民知道 就可以讓馬英九也知道說 那老百姓的想法是怎樣 全民的決定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老四中東又弄了一個高門檻 本身這個標 弄了這個題目本身就有問題的嘛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表示心裡想的跟你講的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怎樣 馬英九的民調節節的降低 然後GD不高 GD不高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呢 他把所有的事情 老百姓討厭他 然後老百姓民調 都貴列一個兩個字叫做改革 好像 好像我們不支持馬英九就是反改革 好像我們反對新建核四就是反改革 好像我們認為 好 其中一個店家 他也講到店家嘛 店家一定要怎樣這樣 不應該由政治人物吵架來決定 我也贊成啊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 講得好像合情合理 店家不應該由政治人物來吵架決定 我贊成 但是店家更不應該讓政治人物隨便說的算 很簡單 所以你應該透明公開 我們包括採購 包括閉案 包括節省 包括這些 你應該把所有的東西攤開來 然後讓全民知道 原來你的調漲電價是合理的 你應該這樣才對嘛 不是罵說 你們反對淘漲電價呢 那就是這個反改革 就是這樣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的執政的總統 有一個很大的迷思就是 他把所有一切他想做的事 都冠上改革兩個字 不管對錯 不管最後做的結果 是不是讓全民痛苦 是 各位朋友也要去拔經濟 現在明年7月要大選 既然傳出今年7月 內閣有可能改組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一段影片 去年12月2號 駐美代表金普聰才剛走馬上任 還不晚一年 卻傳出馬總統計畫 請他回到台灣 接任國安會秘書長 回到台灣來 出任國安會議秘書長 然後7月的時候 內閣會局部改組 沒有聽說 那有這樣的考慮嗎 沒有 林部長 據說已經遞了書面辞呈 沒有 包括國安會議秘書長 袁健生 袁秘書長 還有外交部長林永樂的表現 您都滿意 我們覺得這個事情還沒有結束 還在協商當中 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 還不是去談這些問題 最好的時機 面對決問 馬總統賣關子 雖然一句沒聽說 否認內閣改組的傳聞 不過卻也沒肯定 袁健生跟林永樂的表現 為人事異動 埋下伏筆 雖然沒對內閣改組表態 倒是對行政院長江儀化很肯定 還稱讚他有為有首 不過在野黨立委可聽不下去 我們認為總統對於江儀化這樣的一個讚美 我們不敢恭維 我們認為是不倫不類 也向國人道歉了 他還有什麼資格去讚美江儀化呢 我認為江儀化在現在的憲政制度之下 他應該之所進退 他應該立刻請辭下台 江儀化在我看幾個行政院長裡面的表現 我認為他是做得相當好 看到了幾個隔遠的表現 大概都還不錯吧 那如果只是去年年底剛去 然後馬上又回來 以選舉為主 我想這個對於 我們跟最重要的盟邦 我們的戰略夥伴美國之間的互信 恐怕會產生一些問題 他目前江內閣運作的應該算穩健吧 我想再給他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機會來表現嘛 好 剛才說什麼人就是金普聰 我們來看一下 報仇要怎樣 國內政壇傳出7月內閣要改組 我駐美代表金普聰恐怕要反國的消息 馬英九昨天接受廣播 就前天廣播的專訪 對金普聰是否將出任國安會秘書長 內閣局部改組等問題 他說沒聽說 馬總統也強調 現在揣測人士 對政務推動沒有好處 育鴻兄 你想想看 你問某一個人說 聽說你最近要結婚 你說他沒聽說 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 我覺得他這樣回答 是代表他心裡有鬼 要不要改組是你總統的大權 是 要改組就是要 不要就是不要 人家今天媒體問你 你有像媒體講真話的義務 你沒有要改組你就非常明確的說 沒有金普聰要回來 沒有這個事情 我跟你保證 你總統講出來的話 都不能 你不能自己違背自己的諾言 是 如果你今天說沒有改組這樣的事情 那好 金普聰就不要回來 是 我跟觀眾朋友講 金普聰要回來 我相信這個事情已經相當確定了 為什麼是7月 7月開始要進入2014年的選舉 馬上接了有2016年的選舉 但是運勇兄金普聰去年12月才去 沒有錯 這金普聰的作用 金普聰不是去當朱美大代表 他去做什麼 他去做什麼 做喬舍的工作 報紙實在很清楚 他在撥的都在撥喬舍 他都沒有外交打撥 那這也合乎馬英九要的外交修兵 但是金普聰對馬英九何比重要 金普聰每逢選舉 金普聰一定要回來的 大家等著瞧 可是我對這個總統講話的方式 我非常非常不滿 什麼改革以選票 我選擇改革 拜託 你今天改革金能力氣什麼意思 改革是改政府 改革從來不是改人民 人民不需要你改革 人民有法律來制裁 你要緩緩 法律來處理人民 那政府政府做的不對 政府要改改革 你哪有說我選改革 我不要選票了 你如果改得好 選票自然就來嘛 所以這位都在撥算 我不會講 這在哭嚎整個人民 所以我覺得7月改組 如果有改組 他也不是為了台灣 也不是為了經濟 也不是為了改革 是為了他自己的選舉利益 是 這講得很清楚 我們還在等快到7月了 來 這段新到這裡 蕭蕭姐 後來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馬英九說在改革跟選票中 他選改革 但是我請教弟兄兄 現在突然之間傳出來 金武松要回來 內閣要改組 一切只為了選舉 不是為了經濟喔 你面子怎麼看 我想喔 馬英九他這個一切的作為 都是假改革 但是真正要拚政治 為什麼這麼說 剛剛我們看到企業界大佬 他也講話了 企業界的想法 我想是最直接關心民生經濟的 他都出來這樣苦口婆心的 代表一件事情 馬總統他雖然嘴巴上說要拼經濟 那實際上在拼政治 為什麼這麼說 馬英九的改革是假的 第一個 我們看到最近會計法的問題 這個是改革嗎 你讓黑金的人放出來了 這是哪門子改革 但是馬英九他還是 他很明知 這個立法院黨團要做這件事情 他還是這樣去推 你現在對世界 對台灣人說你要改革 但是你實際上 是跟黑金棒在一起 第二個 你關阿扁這件事情 其實是激化藍綠的 而且甚至在 國際人權組織上來看 他是違反人權的 那你說你要改革 但是你在實際上 你沒有遵守人權的 這樣的一個價值 第三個我要講說 核四公投的問題 為什麼 你用一個鳥籠的公投法 去綁這樣核四公投 其實在一般民眾來看 你是違反人民生存 跟永續發展的一個概念 那你現在在講說是改革 其實實際上 從這三個議題 我剛才談的這三個議題 不管是核四 阿扁 或者是說會計法 你所做的這些行為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政治上的目的 你為了奪得選票 那為什麼阿扁這些議題 你又是一個政治上目的 因為他要選黨主席 他接下來要連任黨主席 他必須要去激化藍綠 這樣一個思考 他關阿扁 辦核四公投 激化藍綠之後 他可以連任黨主席 以至於後面 在大選的期間 他可以透過黑道黑金 這樣的一個 應該說是綁雙的方式 來獲得他政治上的利益 整體而言 他雖然嘴巴說要改革 實際上 他在拼他自己的政治 是 水定 那不是變成馬英九是名利都要 只有臉不要嗎 這個所謂的改革 那內閣改組 所謂內閣改組 當然我在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如果有內閣改組的話 那麼除了金補充從美國回來之外 事實上半年而已就回來 是對美國很不禮貌的一個行為 之外外交部長你有樂 你看他會不會下海 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處理這個事情 也需要有為一個人背黑鍋 那你這麼講的話 那個有為有所的江蕙 不用下來嗎